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內幕節目 我是雨彤 今天的話題將圍繞中共軍隊展開 我們為大家梳理了習近平 自4月以來在軍中的一系列動作 方便大家對最近的系列傳聞 有一個更加清晰的觀察 而對台灣朋友來說 中共軍方的一篇文章 釋放出特殊的信號 為台灣朋友提供了一個 分析其動向的好機會 好 我們直入主題 我們先來看中共解放軍部的一篇文章 始終從政治高度思考和處理軍事問題 這篇文章發表於8月8日 它的標題是習近平今年4月 視察南部戰區海軍時所說的話 文章說 一名合格的軍人 首先要懂政治 講政治 無論什麼時候打還是不打 什麼時候打 怎麼打 打到什麼程度都要服從和服務於政治 文章還說 港大官兵尤其是各級指揮員要堅持政治高度深化對 堅持政治引領的理論和認識 平時軍事鬥爭準備做到令行禁止 毫不含糊 戰時衝鋒陷陣做到要叫打就打 喊停就停 確保 槍聽我的話 我聽黨的話 講到這裡可能一些朋友就看出問題來了 這些話與其說強調打不如說強調的是不打 這個等於在安撫軍隊 告訴軍隊要聽命令要令行禁止 或者我們這樣說 一些朋友感覺還沒有分析得很清晰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另外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發表於2021年 亦發表在《解放軍報》上 2021年10月9日 習近平當時發表講話 表面聲稱要所謂和平統一台灣 10月11日 中共《解放軍報》發文 作者周國賢的單位是 中央軍委國防動員報 這篇文章令人關注的地方是在於 作者在高潭鬥爭的同時 暗暗為武統台灣聲浪降溫 我們給你念幾段內容 你看看這篇文章和今天的文章 是不是很相似? 作者強調 港大官兵必須把個人血勝與鬥爭大局統一起來 這句話說白了就是 港大官兵沒有看懂習近平的意思 被中共喉舌欺騙得恨不能馬上對台灣動武 其實演戲有點過了 因此中共軍方要出面為大家降溫 再不降溫就會被習近平難堪 作者怕當兵的看不明白 繼續舉了幾個例子 如 截然臨之而不驚 無故加之而不露 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 微綠興於左而目不信 說白了就是無論發生什麼情況 都不准動手 中共自己將自己的話 說得好像很能忍耐 很有所謂定力 其實天天叫囂武統的 不就是他們嗎? 誰給他無故加之左? 他截然臨之什麼左? 完全都是自己在那裡加氣 還不是為了轉移國內注意力 都是使用了多少年的老套路 文章作者還說 倘若 匹庫見慾 拔劍而起 挺身而鬥 或者不講策略 不講方法 不講藝術 一路狂衝猛打 或者只是憑個人痛快 不講集體利益 不顧大局成敗 這就不是弘揚戰鬥精神 也不是彰顯個人血性 而是一種妄膚行為 只會干擾鬥爭大局 給工作帶來不變 你看看 這些話說得清楚 這個意思已經說明白了 誰要再在那裡鬧 再狂衝猛打 就要被他扣上干擾鬥爭大局的帽子 作者接下來說的話 似乎到出苦衷 如果不群張法 盲目盲幹 將鬥爭大局 整體利益拋在一邊 一把好牌也會打成爛牌 如果不懂戰略 看不透全局 按不准地球的脈搏 看似好勇敢的行為 卻可能被大的戰略造成被動 這些話 講白了就是怕真的打起來 馬上就會讓手中爛牌 在現出現形 而美國、日本等國對台灣的支持 讓中共雖然叫囂武統 卻心知不是對手 所以 作者在民中以紀律發出警告 直白地說道 每名官兵 每架飛機 每枚導彈 什麼時候打 打哪裡 怎麼打 都必須堅決聽從指揮 叫打就打 叫停就停 你看看 最後這些話 和最近發表的這篇文章 是否極其相似 所以說 習近平今年4月所說的這句 從政治高度思考和處理軍事問題 說白了已經是被中共軍隊降溫 這是什麼讓習近平突然發出這樣的信號 是否僅僅為了留亞洲 習近平說這番話的時候 是在今年4月份 而3月底據港媒報導 北京多方消息人士證實 中共國防大學前政委 空軍上將留亞洲 涉嫌以基金會 協會等名義 臉據額財富 陷入嚴重貪腐問題 被予以重判 從習近平幾個月以來的一系列動作 可以得出結論 這個絕非僅僅是因為一個留亞洲的案件 下面讓我們為大家回顧一下 習近平近幾個月的行動路線 相信大家會對發生了什麼更加一目了然 我們此前曾經為大家介紹 習近平從4月開始 在短短三百多月的時間中 先後接觸中共東南西北四大戰區的軍頭 這一行動非常反常 而且4月11日 習近平到南部戰區海軍試測時 他除了強調從政治高度思考和處理軍事問題 還強調要確保部隊安全穩定 隨後習近平馬不停提 分別於6月7日、7月6日、7月26日 會見北部戰區、東部戰區、西部戰區軍頭 而且多次強調確保部隊秩序政規安全穩定 7月26日習近平在西部戰區講話時 還強調要確保牢牢掌握部隊 說白了就是要求確保軍隊不要造反 這是什麼讓習近平那麼緊張? 就在7月26日習近平視察西部戰區那天 還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中共軍委發公告要求相關人員 舉報至2017年10月以來 軍備採購招標的腐敗線索 倒查的時間 正是2017年9月里上複雜替張猶合 擔任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部長後 現在越來越多的消息都指正 這位中共國防部長李尚福 看上去真是出了事 而習近平在命令中央軍委發公告 視察幾大戰區安撫軍心 做好準備工作短短幾天之後 7月31日開始對火箭軍高層進行大清洗 升任王口斌為火箭軍司令員 徐西成晉升火箭軍政治委員 這樣一來我們似乎將問題看得更清楚 習近平密集會見四大戰區軍頭 並不斷要求軍隊穩定 擔心軍隊造反 一個是為火箭軍即將開始的大整肅做準備 同時也針對李尚福 甚至還有更大的動作 與此同時 我們發現習近平在軍隊內部 開始密集進行人事調動 據我們不完全統計 在最近一段時間軍中職務發生變動的有 前中共軍事科學院政治部主任周精炯 在今年5月被北京市人大宣布 因工作變動調離本行政區域 其北京市人大代表資格終止 現在證實周精炯已到中共西部戰區政治部任職 6月28日新任北部戰區政委鄭璇 新任軍事科學院政委凌換新晉升陸軍上將 鄭璇此前擔任北部戰區副政委 戰區陸軍政委 凌換新此前擔任中央軍委紀委副書記 前北部戰區政委劉青松調東部戰區 證據是7月31日劉青松以東部戰區政委的身份 出席8日建軍節軍政座談會 據媒體8月2日報道 前中共西部戰區副司令員的喬相記 日前以南部戰區副司令員兼空軍司令員身份出席活動 前南部戰區陸軍司令員的張淺 則以西部戰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出席活動 顯示兩人已經履行新職 而據南部戰區微信公號消息 該戰區8月4日舉行備戰打仗試職報告會 戰區副司令兼政治工作部主任尹鴻文主持會議 這次是尹鴻文首次以該身份公開亮相 而他之前是東部戰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從我們給大家介紹的這些軍事人士變動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些人多數是軍隊中的政委 那為什麼要針對這些政委進行調動 我們想或者與火箭軍有關 大家還記不記得7月31日 習近平正式任命黃厚斌和徐西成 出任火箭軍的司令員和政委 顯然前火箭軍司令李玉超和政委徐中波已經被免職 作為政委來說其主要職責就是監視軍隊中的軍事主官 說白了就是負責專門給這些軍隊司令打小報告 那為什麼火箭軍的政委也被免職 很可能習近平覺得他沒有及時發現回報火箭軍司令的所謂問題 而最近之所以密集調換政委 或者是為了不讓那些司令和政委形成親密聯繫 讓他們互相防範 甚至互相監視 舉報 目的還是為了維護中共的統治 9月13日至14日 中共全國黨委和政府秘書長會議在北京召開 我們分析這個也是出自這個目的 蔡奇在會上傳達習近平的所謂指示 習近平要求他們提高政治站位 維護黨中央權威和 集中統一領導 讓黨放心 你看這些話說得已經非常明白 什麼叫提高政治站位 說白了就是及時打小報告 檢舉他們的頂頭上司 這個說明習近平對誰也不放心 在中國歷史的黃石公訴書中說 危莫危於任儀 也就是說 沒有比任何不信任的更危險 有人進一步解釋說 上移於下 必無重用之心 下距於上 事不能行其正 上下相移 事業難成 又有危亡之患 當軍隊中的人都沒有安全感的時候 政變發生的概率必將大增 我們將在下一期的節目中將為大家帶來一個作法自閉的故事 有這樣的一個人 他提出憲法修正案 從此成為國家終身統治者 同時 他又大力推行社會主義 在其執政的短短十年之中 讓經濟陷入極大困境 因為他在國內樹敵太多 連軍方在他統治下都失去了安全感 最後軍方突然發生了政變 那麼那個人是誰 我們星期五再來談 好 今次的話題就談到這裡 我們的節目每逢星期一星期五固定播出 如果你喜歡這個節目 請幫助我們點個讚 多謝各位的精彩留言 讓我們深深受到看法和鼓勵 以上是今天的中國內幕節目 多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一次節目再見